好啦 anyway 这边我要跟 这礼拜我读了一本书 听了一本书 大家记得那个 我们之前KK show 有个来宾叫Aaron嘛 就是华尔街之狼的那个Aaron 然后他就是Epsile Hotel的老板 然后他那时候来 有跟我们推荐一本书 说是他好朋友写的 那那本书叫做 Straight to Hell 那作者叫做 John Laferve 那这本书 基本上就是在讲 华尔街上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OK 那这个作者 他有个Twitter account 叫做GS Elevator 就是把他在华尔街 听到的一些东西 然后放在推特上面 那其实他这个推特 刚开的时候 其实马上就被 很多人关注到了 就是什么 不管是Warsher Journal啊 CNN 都有去报道 他这个账号 因为大家就说 哇靠 这个人直接把那个幕后 的那些脏脏事 全部都讲出来 不是像Aaron这样 讲一点点 又要嗶嗶嗶 没有至少 在那个推特那时候 是放了蛮多真的东西 后来他就把 他自己人生故事 整理了一下 那写成 Straight to Hell 这本书 那他就把 他的人生故事 写出来 我跟你说 我听完这本书以后 如果大家喜欢 Aaron的故事 可是觉得意犹未尽的话 马的大家 马上去给我 找这本书 Straight to Hell It's so fucking interesting It's so fun 然后我后来有跟Aaron说 诶你怎么讲那么少 然后我说 里面故事很多都有你 对不对 他说 Yeah 因为这本书最后一段 就是在讲 这个作者 他去马尼拉 参加一个单身趴 我说 Aaron 你不是来 周二业的时候 有讲 去马尼拉 参加一个单身趴吗 他说 Oh yeah I was there 那在书上 好棒哦 又在书上 有讲到说 他们在马尼拉 去单身趴 有做了哪些事情 我觉得 Aaron跟我们分享的是 最干净的 那我直接跟大家讲说 书上讲了什么好了 因为Aaron不能讲嘛 可是书上讲了 那我们就说书上讲了什么 好 那Aaron要不要 肯定了他的事 对 第一他说 他们到马尼拉 第一件事情 就每个人找一个 Girl Monkey 什么叫做Girl Monkey Girl Monkey 就是一个prostitute 他们因为是东南亚人 他们直接叫他Girl Monkey Oh my gosh That is so bad That is so bad So racist So bad 然后他们去一个餐厅 那餐厅里面 全部都是midgets 我觉得 我觉得 下一半不会来了 可是他那个餐厅的midget 他的那个原意是好的 OK 因为那个就是 他们想要让那个little people 有地方可以工作 正常工作 那那边其实 都是善意的 嗯 可是 可是 可是他们batcher party 主办当主办的人 他搞错地点了 因为有另外一个地方 是boxing 是凯莉去过的那个 哦对 就是 那边就比较乱的 那里会跟美女 一起打拳击 会对 会有那个 不是认真打 对不对 这是 就是好玩 好玩的打 天天天的打 对 然后 可是他们不知道 我相信他们应该是搞错了 虽然他们去那边 然后还讲得很大声说 哦晚一点 这边会有midget throwing the contest 之类的 然后 然后有人就喝醉了吗 然后他们就直接把那个 little people的手拿起来 说 哦 然后这整群人就被提出去 超糟糕 超糟糕 然后他们还要去赌博什么的 这些都还好 然后还有一件事情就是 他们 就是因为赌博 就是作者赢了很多很多钱 然后他们就去 一栋大楼的顶楼 然后就想说 不知道干嘛 那反正那些钱 对他来说不是什么钱 他就先丢一张往下丢 然后有人捡到 然后他们就往上看 他就说 好 我再丢个三张 五张 十张 就慢慢丢 那下面可能就是 聚集了一百多个人 而且他发 他就是觉得很好玩 因为就是看这些人 在来捡钱 他觉得很爽 哇 然后 他说因为在丢钱的时候 会有人为了捡钱 然后跑步 他说看到一个阿桑 在为了捡钱跑太快 然后下面有一个 有一个那个椅子 他没看到 就撞到整个 叠得很惨 哎呦 然后他们就在上面笑得很开心 哇 哇 真的是钱太多 到一个不知道要干嘛 到最后警察 就上去要抓他们 那后来他们可能用一些 在丢钱给警察 啊对 交流交流 交流了以后 警察就没有抓到 哇 但丢钱没有违法 没有 这造成public disturbance啊 哦 I see 其实这蛮危险的事情 OK 是 对啊 不过就是听了以后就是 哦 Oh my god Aaron在我们节目上讲的 就是 piece of cake 然后我就说 Aaron 你应该多分享 他说时间不够 下次有空的话再来 所以大家很想要Aaron来的话 请敲碗 然后 还有一个chapter 我看了以后 我内心非常的有感 怎么说 就是那个John Laferf就讲说 其实 化尔街银行啊 他们一直以来都有一个practice 就是说 如果你家 家族 可以带来他们这个大银行 很多利益 假设你可能是某个亚洲 国家的什么权贵啊 什么大公司的二代 三代这种的 那你需要洗一下你的精力 有没有 嗯 你可以直接安排进去这些 有名的 银行里面 像是你要去 Swiss Bank要洗啊 你要去什么 Morgan Stanley洗啊 你要去 Goldman Sachs洗啊 都是 其实是可以安排的 你应该有听说过 这些故事吧Benji 有有有 所以很多人就是 他们明明就没有那么聪明 或者是有这些资格 可是就进去了 嗯 你有听过吗 有听过 有听过 那是名字就不用讲 那我自己 看到这边的时候 我就想到说 啊靠 最近不是有一个 从高盛出来的 然后要去选立委 你说Wino啊 Wino 说 他该不会也是 因为他就 他那个书上是 referred to these people as princelings 就是基本上 太子们 太子们 所以 可是 可是Wino有到 就是 太子吗 对啊 好像没有到 他家里可能环境不错 可是有没有到太子 蒋万安感觉还比较像 因为他是 dictatorship的后代 对都可能 who knows 我只是 看到这个chapter的时候 直接有这个反应 不过我们那时候 访Wino的时候 他跟Aaron的 quiz完全不一样 Wino就真的 比较像书 因为我听了这些书 还有根据我以前的一些 跟那个金融业的一些 朋友在hangout的时候 就Wino比较不像金融业 感觉起来 他就书生啊 他蛮书生气 很重 很酷 然后愿意 为台湾做那么多 pretty cool 他是蛮酷的啦 但就是 讲话就是比较正经 right 就不像banker 可是你能想象 你能想象一个banker 在跟我们讲 讲国防的事情 也没有办法 其实也没办法 因为你看一个banker 你看Aaron 如果跟我们在 在讲那种 Wino在讲的事情 我就没有办法 认真 你懂我意思吗 就是想那个 那所以那时候 访Wino说 应该要问他高深的事情 说你真的有在那里待过吗 我听说都是这样 我们那时候好像有讲banker 我有问他banker 那时候玩 然后他就 他就点点 他是在香港吧 然后Aaron是在那个美国 没没 Aaron后来又去香港 香港也很开玩 我跟你说 他们这本书上面 就说你在来亚洲的时候 大家都想要来亚洲玩 就是来亚洲 是玩最high的地方 是哦 他们说香港 而且香港他们说 Trading floor 他们有两个小时的 Lunch break Lunch break 干嘛 就是去桑拿给人家 是哦 就是按鸡鸡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然后中国要干嘛 他们就是直接去 不要污染他 然后或者是直接 就是去什么 Macau之类的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就是 It's insane 他们说 It's nuts 然后整天就是喝酒 你很清楚哦 这个书上有讲 书上有讲 Benji Benji人生无常 你会来入海场 Benji 我觉得 建议你 听一下这本书 Straight to hell 你会吓死 Straight to hell 好 这次Benji上我们节目 那他也是第一次 这样的场所 我觉得 而且他是临时 被抓上来的 对啊对啊 所以如果大家喜欢Benji的话 记得留言 告诉我们 给他一点支持 给他一点支持 因为我觉得刚开始 上这种节目 他们一定会一直去看留言 跟Aaron一样 不管几岁 有没有当过Banker 都会做一样的事情 所以大家欢迎 给他一点支持 这样 好 那就这样咯 拜拜 拜拜